好象我们看一下第三个考点 基于战争财产的诉讼 这个考点三个型号 这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考生必须清楚 这个诉讼简单说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它针对的是破产财产 跟破产财产有关的诉讼 讲到这个问题该如何理解 我们先把条文捏一遍 然后看怎么去理解 那就需要盯住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这个诉讼如果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前 该怎么去处理 破产申请受理前 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 破产申请受理时 案件尚未申结的 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审理 注意前提是呢 如果案件尚未申结 这个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审理 终止审理这四个字需要记住 现在第一条 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 再看一下第二条 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 发起人和富有监督股东 履行出的义务的董事高管 或者协助抽到出资的其他股东 董事高管 实际控制人等 直接向其承担 出资不实 或者抽到出资责任的 咱们前面第六章 讲过 关于未进出的义务 该咱们去处理 如果抽到出资 该咱们去处理 再次第三 以债务人的股东 与债务人 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友 主张债务人的股东 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 对其所付债务的 然后第四条 其他就债务人财产 提起的个别经常诉讼 再次第二层次 如果破占程序开始之后 这个债权人 就债务人财产 向人民法院 提起上述诉讼的 四个字 人民法院 这个不予受理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先看第一条 这个第一条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这个代位权有关系 前面第四章 讲过代位权 什么意思呢 直接举个例子看一下 他如果A公司 他欠B一百万 到期不换钱 A是债务人 B是贷权人 然后A呢 又待遇行使 对C的到期债权 待遇行使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 他可以则远告 直接 以这个次债务人 以C作为被告 提起贷务权诉讼 人民法院 经过审理之后 如果认为 B的贷务权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 他判决 C向B 直接还一百万 C向B 还了一百万之后 AB直接 AC直接 他的债权债务关系 都消灭 就可以 这三角债 就没了 这是第四章 讲到考点 那么现在问题是 他如果A公司 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 如果B的话 不搞事情 就B对C 不提及诉讼 那正常情况 该怎么去处理呢 两个角度 第一个 A欠B的一百万 A破产 这个一百万 属于 无财产担保的 普通 破产债权 这个B 申报一百万的 普通破产债权 如果清偿率 百分之十 能分回十万 就不错了 这是第一个角度 然后第二个角度 C千A的一百万 该怎么去处理呢 前面刚讲过 破产开始 对应的法律效率 当A的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债务人的债务人 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 清偿的一百万 记入 债务人财产 用于 对全体债权人的 公平清偿 然后如果题目告诉你 说这个A 它破产程序 开始的时间 是7月1号 当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说7月10号了 B对C 才提起诉讼 让C向B 换一百万 如果提起诉讼的时间 发生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怎么去处理呢 四个字 不予受理 就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第二种情况 它如果B对C 提起了 调整诉讼 是4月1号 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就提起了诉讼 当A的破产程序 开始的时候 这个诉讼呢 尚未审计 这是关键词 如果尚未审计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民法院 该怎么去处理呢 四个字 终止审计 就可以 这是终止审计 这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你需要判断 是终止审计 就可以 终止审计 这是第一种情况 考到 跟代位权项结合的时候 咱们去处理 这是第一条 也可以考到 这个第二条 它这个C C的话呢 如果是 A公司的 这个股东 而且C 它应当出资 一百万元 但是呢 它未尽 出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该咱们去处理 未尽出的义务 这个C 应当出资 一百万元 所以它出资的一百万 应当进入 A公司的 债务人财产 用于 对全体债权人的 公平清查 但是问题是 说A公司破产 它破产程序 开始的时间 7月1号 当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说7月10号 B对C 它提起诉讼 让C将一百万 直接交给B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人民法院 应当 这个不予受理 就可以 还是 是不予受理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它如果B对C 提起诉讼 是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就提起诉讼 但按揭 尚未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 该怎么去处理呢 四个字 终止审理 就可以 这是考到 C 未进出的义务 或者抽套出资 该怎么去处理 但也可以考到 说A 当时向B银行 借了一百万 这个C 是A公司的股东 但是呢 这个C C的话 跟A 法人 人格严重混同 严重混同 他们是呢 两块牌子 但是 人员财务 根本分不清楚 根本分不清楚 这个法人 人格严重混同 在这种情况下 说B 直接让C还钱 没问题 关键是呢 A公司破产 破产程序 开始的时间 是7月1号 当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B对C 才提起诉讼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 就可以 这是呢 这几个诉讼 跟债务人财产 都有关系 该怎么去处理 上课听懂了 基本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 第四个考对 执行案件的 移送 破产審查 这个考对 两个信号 或者 三个信号 不属于战略 放弃的范畴 先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执行案件 移送破产審查的条件 和执行案件 移送破产審查 应同时符合 下来条件 第一个条件 被执行人 是企业法人 但第二点 被执行人 或者有关 被执行人的 任何一个 执行案件的 申请执行人 书面统一 将执行案件 移送破产審查 用的是货者 有一个书面统一 就可以 第三 被执行人 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 或者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 达到破产条件 但第二个 对于管辖 与级别管辖 现在第一条 这个执行案件 移送破产審查 由被执行人 由那个破起 住所地 人民法院 管辖 什么叫住所地呢 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 但第二条 在级别管辖上 实行 以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 为原则 基上人民法院 管辖 为例外的 管辖制度 这一般情况 是由 中级人民法院 来管辖 而中级人民法院 经高级人民法院 批准 也可以 将案件 交由 具备审理条件的 机枪人民法院 审理 第三 为减少 异地法院 直接 移送的 随性 机枪人民法院 准备将 执行案件 移送异地 中级人民法院 进行 破产审查的 在做出 移送决定之前 应当 首先 报请其 所在地的 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部门 审核同意 谈到这个考点 驻快18年 曾经考过 案例分析体 怎么去理解呢 例如 说A公司 他欠B 100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说到期 不换钱 于是B对A 提起诉讼 最终呢 说B 找人民法院 申请 强制执行 这个B 叫申请人 然后A公司 叫B申请人 这个没问题 现在 谁负得 强制执行呢 他告诉你的是 这个假设 已现的 某基层 人民法院 他负责 强制执行 但是在 强制执行的时候 这个发现 有问题 发现A公司 钱不够 大家要破产 接信 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 并且 自不抵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 经过谁 书面同意呢 不管是 被执行人 还是申请执行人 书面同意 他移送 这个破产审查 那么 移送的时候 往哪移送呢 注意这个 有一个级别管辖 和地域管辖的问题 听不告诉你 这个A公司 他所在地 所在地的话呢 这是秉氏 这个钉线 秉氏钉线 这是被执行人 住所地 所以看到这呢 首先 谈到 这个地域管辖 是由这个 被执行人 住所地 人民法院 管辖 谈到级别管辖 大家需要清楚 找哪个地方呢 是找 这个秉氏 中级人民法院 来管辖 因为正常情况 是找这个 中级人民法院 来管辖 但是问题是 说这个 假释已信 这是积藏人民法院 经案件 如果移送 秉氏 中级法院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再做出 移送决定之前 应当 首先 报警 其所在地的 指的是 报警 这个假释 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部门 审核 同意 才可以 所以这点 大家需要清楚 但第三 受移送法院 破产审查 与受理 相当第一条 受移送法院的 破产审判部门 应当 则收到 移送的材料 之请 三十天之内 做出 是否 受理的裁定 但第二条 执行法院 收到 受移送法院 收理裁定后 指的是呢 这个 假释已信 这个人民法院 收到 秉试 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裁定后 应当 在七天内 将 已经扣划到账的 银行存款 实际扣押的 动产 有价证券等 被执行人财产 要移交给 受理破产审的人民法院 或者是 管理人 但第三条 执行法院 收到 受移送法院 受理裁定时 以通过 拍卖程序处置 并且 承交裁定 以送达 买售人的 拍卖财产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通过 以物抵债 偿还债务 并且抵债裁定 以送达 债券人的 抵债财产 第三 以完成 转账 汇款 现金交付的 执行款 这三种情况 它的共同特征 是什么呢 因为财产所有权 已经发生变动 它不属于 破占财产 不属于 被执行人的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 不再移交 是哪些 应当移交 哪些不再移交 这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这个 直转破的问题 执行案件 移送破占审查 直转破 考案例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的 这是第二单元 好 下我们看一下 第三单元 管理人制度 讲三个考得 第一个 管理人的资格 三个型号 或者 八个型号 先看第一个问题 管理人的指定 第一条 管理人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个 是专门成立的清算组 由有关部门 机构的人员 专门成立的清算组 但第二种情况 是社会中介结构 就依法设立的 律师述所 会计述所 会计述所 破占清算 述所 等社会中介结构 但第二点 管理人 是由人民法院 来指定的 前面说过 管理人 是人民法院的 看门狗 这个人民法院 裁定 受理 同时 要指定 管理人 目前 指定管理人 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随机 第二是竞争 第三是 接受推荐 这三种方式 其中 随机方式 包括 摇号 抽签 轮后 等方式 来看第三 对于事实清楚 债权账户关系简单 债务人财产 相对集中的 且破占街 人民法院 可以指定 管理人名册中的个人 作为管理人 就算个人 担任管理人的 他照样呢 可以聘任 必要的工作人员 并不是 这个观看思列 说A 他个人作为管理人 A的话呢 聘请B跟C 帮他去擦桌子 聘请必要的工作人员 这个没问题 再看一下第三条 对于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等金融机构 或者在全国范围内 有重大影响 法律关系复杂 债务人财产 分散的 且破占街 人民法院 可以采取公告的方式 邀请 编入各地人民法院 管理人名册中的 社会中介机构 参与竞争 第一个方式是随机 第二是竞争 第三呢 接受推介 这块是竞争 让他们参与竞争 从参与竞争的 社会中介机构中 在指定管理人 参与竞争的 社会中介机构 不能少于三家 大约等于三 然后第五条 对于经过 形状清理 清算的 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机 前提 已经经过 形状清理清算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可以在 金融监督管理机构 推荐的 以编入 管理人名册的 社会中介机构中 来指定管理人 这是接受 推荐 讲到这个问题 去年筑冠 曾经考过一个单选题 他说 根据规定 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 经过 行政清理清算的 金融机构 破产监时 为了节省破产费用 和时间 人民法院 在指定管理人时 可以采取的指定方式 是什么呢 推荐 接受推荐 从 金融监管机构 推荐的管理人中 再去指定 就可以 选递就可以 大家看一下第二问题 什么情况下 不得担任 管理人 前面那个靠带 是 一个型号 这一块是 八个型号 什么情况 不能担任 管理人 不管是考小题目 还是考案例分析题 这是大家必须清楚的 这是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第一 应故意犯罪 受过刑事处罚 需要反省多少年呢 反省 一辈子 这辈子 不行了 下辈子看机会 但类似的问题 第六章讲到 什么情况 不得担任董江高的时候 咱们讲过黑五类 因为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 或者破坏 受罪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法 反省 五年 五年之后 可以担任 董江高 但是 想担任管理人呢 需要反省一辈子 咱们第二条 曾被吊销 相关专业 这些证书 被吊销了 驻的会计师证书 需要反省一辈子 然后第三 与本案 有利害关系 然后第四 人民法院 不宜担任管理人的 其他情形 这是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然后看司法解释 针对第三条 利害关系的司法解释 大家注意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他就判断 这个社会中介机构 会计数所 律师述所 与本案 是否存在 利害关系 包括四条 第一条 与债务人 债权人 有尚未了结的 债权债务关系 第二条 在人民法院 受理破产申请前 三年内 在破产程序 开始前 三年内 曾为债务人 提供 相对固定的 中介服务 盯住 三W 第一个W 是时间 这个时间是三年 破产程序开始 三年之内 然后第二个W 跟什么有关系呢 是跟债务人 还是债权人 它仅限于债务人 第三个W 有什么关系呢 提供相对固定的 中介服务 再看第三条 他说现在是 或者呢 最近三年内 曾经是债务人 债权人的控股股东 或者是实际股 然后第四 他说现在是 或者最近三年内 曾经是 曾经担任债务人 债权人的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 他这个时间是三年 类似的问题 前面讲第六章 什么情况 不能担任 独立董事的时候 他用的是一年 针对的是一年 但这一块是三年 这个数字 前往北极串了 这是第一个层次 然后第二层次 让你判断 社会中介机构 派出的 这些注册会计师 或者律师 这个个人 与本案 是否存在的关系 是四加二 除了前面四条之外 再多两条 像第一点 是 现在担任 或者呢 最近三年内 曾债权人的 董江高 然后第二点 与债权人 或者债务人的 困股股东 董江高 存在 夫妻 直戏血亲 三代以内 旁戏血亲 或者金 殷勤关系 比如叔叔家的孩子 或者小舅子 这些照样的 是存在 恋爱关系 这个亲属的问题 大家必须清楚的 他们前面讲 第四章 讲到 那个房屋租赁 什么情况下 成都人 不想有 优先购买权 如果出租人 将房屋 卖给他的 近亲属 成都人就不想有 优先购买权 什么叫近亲属 这是第一处 第二处呢 讲独立董事的时候 曾经讲过 什么叫直系亲属 什么叫主要 社会关系 第三处 讲收购 依着行动人的时候 那个亲属的范围 是什么 然后第四处呢 是股票发行 不能向谁 这个配售的时候 讲过一个亲属 这是第五处 亲属 所以这几处 亲属的范围 他 注意这个范围 各不相同 大家需要准确区分 这表8到2 那个3W 需要盯住 时间 跟时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大家 必须清楚的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问题 靠单选题 是一分 靠暗议分析题 可就是 三分 或者2.5分 坚决拿下来 咱们举两个例子 消化一下 想第一题 2013年6月1号 人民法院受理了 对假公司提起的破战申请 根据规定 下列人中 有资格 担任管理人的是什么 谁可以担任 汉选A 曾于2018年1月1号 至2019年12月31日 担任假公司 法律顾问的 比赢 律师述所 当然法律顾问 他用的是什么呢 是现在是 或者呢 最近三年内 曾经担任 债务人 4加2 这个丁 丁的话 不管现在是 或者最近三年内 曾经是债务人 或者债权人的 动向高 他是不能担任 选C 三年前被吊销 这些证书 但现在呢 又重新获得 这些资格的 住的快捷生意 只要被吊销过 四个证书 这辈子不行了 你重新获得也不行 然后选D 假公司 兼社会主席的 妻子吾 这好 4加2 主义吾的身份呢 他是 跟这个债务人 或者债权人的 这个控股股东 或者董江高 他存在着夫妻关系 所以肯定不行 在这个题 选A 就可以了 再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列主体中 可以担任管理人的是什么 选A 因盗窃行为 受过刑事处罚的张某 受到刑事处罚 肯定不行 选B 破战申请受理前 依据官规定成立的行政清算组 这肯定可以 选C 因违法行为 被吊销职业证书的王某 这辈子不行了 选D 正在担任 债务人 财务顾问的礼貌 不管是正在担任 或者最近三年内 曾经担任 债务人 或者债权人 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的 都不行 所以这个题 选B 就可以了 再看第二个靠点 管理人的报酬 这个靠点 三个型号 首先注意第一个问题 管理人的报酬 由人民法院来确定 大家需要仔细做梦想 这个管理人 这个管理人 又是指定的 是由人民法院指定 管理人的报酬 是由人民法院确定 这个管理人应当 在第一次债务人会议上 报告管理人 报酬法案的内容 债务人会议 对管理人的报酬 有意义 并且无法与管理人 协上一致的 有权向人民法院 书面提出 具体的请求和理由 由人民法院决定 是否调整 债务人会议 无权直接调整 管理人的报酬 但第二点 管理人 经人民法院许可 可以聘用 必要的工作人员 但是 管理人 他获得的报酬 是纯报酬 再强调一下 管理人的报酬 他是纯报酬 不包括其执行职务的费用 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他的报酬 是纯报酬 比如 他报酬一千万 这是纯报酬 执行职务的费用 如果是一百万 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是三百万 但是呢 讲的这个报酬 是纯报酬 不包括这两项费用 这是第一个盘断 第二个盘断 不管是一千万的报酬 还是执行职务的费用 还是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这三块都属于 都属于破产费用 这点需要清楚 然后第三 对清算组中 参与工作的 有关政府部门派出的 工作人员 从财政部派出的 他拿着工资了 不支付报酬 然后第四 为了防止重复技巧 律师述所 会计述所 通过批用本专业的 其他社会中介机构 或者人员 协助旅行 管理人职责的 所需费用 是从其报酬中 支付 比如说 A这个会计述所 他忙不过来 找这个B会计述所 来协助旅行 管理人职责的 所需要的费用 是从他的报酬中 支付 破产清算事物所 通过批用 其他社会中介机构 或者人员 协助旅行 管理职责的 所需费用 是从他的报酬中 支付 再看解释 说管理人 却有必要 聘请其他社会中介机构 或者人员 处理重大诉讼 仲裁 执行 或者审计 等专项较强的工作 如果所需费用 需要 这个列入破产费用的 应当 经债券人会议 统一 什么意思呢 大家需要清楚 说A 这个会计述所 他是破产管理人 如果呢 说需要B会计述所 协助旅行 他的职责 所需要的费用 是从他自己的 报酬中支付 这个没问题 说找B会计述所 需要支付一百万 是从A的 报酬中支付 没问题 如果呢 说需要的这个一百万 不是从自己摇包掏 不是从报酬中支付 而是呢 想将这个一百万 列入破产费用 想让别人 任何 向列入破产费用的 应当 经债券人会议 统一 这个大家稍微 注意一下 就可以 再看第五条 这是八个型号 必须清楚 他人民法院 应根据债务人 最终清场的 财产价值组合 分段确定 关联人报酬 首先 什么叫分段确定 在教材 三百四十八亿 中间靠上 的确有这一块 他说 如果 债务人 最终清场的 财产价值组合 如果不超过 一百万元 按照 百分之十二以内 确定 一百万 到五百万之间的 按照不超过 百分之十 还确定 等等等等 这个分段确定 这些数字需要记吗 不用记 但是你盯住什么 他是按照最终清场的 财产价值组合 分段确定 看这几事 他说 担保全人 优先受厂的 担保物价值 不记住 债务人 最终清场的 财产价值组合 这什么意思呢 A公司 升钱向B银行 借一千万 拿自己的厂房 设定 抵押 A公司 破产 大家盯住几个判断 第一个 这个厂房 已经设定 抵押担保了 那么这个厂房的 败卖价值 如果一千万 厂房 还属于 A公司的 债务人财产吗 照样属于 属于 破产财产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 站在B的角度 他属于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他这个债权 属于 破产债权吗 属于 站在B的角度 他有 破产申请权吗 有 破产申请权 再看一下 第三个判断 给这个管理人 分段 确定 报酬的时候 分段 确定 报酬 这个计筹基数 是什么 计筹基数 也就是说 什么叫计筹基数啊 说到底是 三百四十万 还是四百八十万 这个计筹基数 算是债务人 最终清厂的 财产价值总额 什么意思呢 这个厂房的 败卖价款 这个一千万 它是 不计入 不计入 那个债务人 最终清厂的 财产价值总额 这一千万 是不计入 计筹基数的 但是它属于 破产财产吗 属于债务人财产吗 属于 所以这两个问题 大家必须分清 我再强调一下 就厂房的 判卖价值 一千万 第一个判断 在计算哪些 属于债务人财产的时候 它计入吗 是计入的 然后第二个判断 在确定 计筹基数的时候 这个一千万 计入吗 是不计入的 当下看 说但是 管理人 对担保物的 维护便携 交付 等管理工作 付出特例劳动的 它有权找谁呢 有权 找这个担保权人 找这个币银行 收取适当的报酬 这个可以 就这个问题 就是今年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好 现在咱们举几个例子看一下 先按第一题 他说假 破产清算数损 被人民法院指定为 一企业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 他说假破产清算数损 向战刑人会议报告的有关 报酬发案的下载内容中 符合规定的有什么 还选A 对受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指派 参与破产企业 清算工作的政府官员 不发放报酬 这个正确 选B 假破产清算数损 聘用外部专家 协助旅行管理人职责 所需费用 从其报酬中支付 没问题 防止重复记仇 选C 将一企业为他人设定抵押权的财产价值 他计入 计筹基数 错了 是不计入 计筹基数 选D 假破产清算数损 就自己为将一企业的抵押财产 变现 而负责的合理劳动 向担保全人 收取适当报酬 这个没问题 所以这个得把C排除 选ABD就可以 再看第二题 这是去年考了一个单选题 然后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破产管理人报酬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选A 管理人的报酬 包括其 因进行破产管理工作 需要支付的其他费用 对吗 错了 因为管理人的报酬是 纯报酬 不包括这些费用 选B 清算组中有关政府部门派出的工作人员 参与工作的 其报酬 由人民法院决定 对吗 是不支付报酬 选C 管理人报酬 作为公益债务处理 对吗 错了 管理人报酬 这属于什么呢 属于破产费用 不是公益债务 选D 管理人应当在第一次债庆会议上 报告管理人报酬发案的内容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题 选D就可以 再看第三个考点 管理人的职责与性质 这个考点 一个型号 或者 两个型号 上基础班稍微注意一下 考前呢 可以不用摇头去死背了 像第一个问题 管理人的职责 他也需要盯住 哪个属于管理人的职责 哪个属于债庆会议的职权 哪些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 第一条 接管债务人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第二条 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 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第三 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第四 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 和其他必要开支 第五条 在第一次占行会议 召开之前 决定继续或者停止 债务人的营业 对这个第五条 在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 是由管理人来决定 是不是继续营业 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后呢 是由债庆会议来决定 是否继续营业 第六条 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第七 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 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第八 提议召开债庆会议 但后面会讲 谁可以提议召开 包括四条 其中有一个 管理人提议召开 临时债庆会议 没问题 第九 人民法院 让为管理人 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再看第二个问题 管理人职责的限制 看这规定 说管理人实施下的行为 应当及时报告 债权委员会 未设立 债权委员会的 管理人 应当及时报告 人民法院 在后面会讲 债权人委员会 它并非 闭设结构 什么意思呢 如果设立了 及时报告 债权人委员会 未设立 债权人委员会的 及时报告 人民法院 包括十条 这十条 认真的 看两遍 就可以 第一 涉及土地房屋 等不动产 权益的转让 但第二点 碳矿权 采矿权 支产权 等财产权的转让 第三 全部库存 或者营业的转让 第四 这个借款 第五条 设定财产担保 第六条 债权和有价证券的转让 第七 履行债务人 和对方当身 均为 履行完毕的合同 对于这个合同 怎么去处理呢 双方均为 履行完毕 作为管理人 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 解除合同 第二是 继续履行 如果决定 继续履行这个合同 应当及时报告 债权人委员会 第八 放弃权力 第九 担保物的去回 第十 对债权的利益 有重大影响的 其他财产处分行为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司法解释三 有三个解释 这三个解释呢 我们在基础班里边 稍微讲一下 靠钱 不用多管了 先讲第一条 管理人应当 事先制作 财产管理 或者变价法案 并提交 债权人会议 进行表决 债权人会议 未通过的 管理人 不得处分 咱们第二次法解释 这个管理人 实施处分之前 应当提前 实贴 书面报告 债权人委员会 或者人民法院 债权人委员会 可以要求管理人 对处分行为 作出相应说明 或者提供 有关文件依据 债权人委员会 认为管理人 实施的 处分行为 不符合 债权人会议通过的 财产管理 或者变价方案的 有限要求管理人 纠正 管理人 拒绝纠正的 债权人委员会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作出决定 第三个 债权人会议通过的 财产管理 或者变价方案的 应当责令管理人 停止 处分行为 这个管理人 应当与纠正 或者提交 债权人会议 重新表决通过后 来实施 这是管理人的问题 好过于这一讲 咱们就先讲到这 请不吝点赞